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淑 广西南宁是与东盟各国的连接点 对接东盟6亿人口市场 南宁正逐渐从原本的边陲城市 变成许多年轻人实现梦想的起点 大陆公布对台优惠措施 吸引台湾青年西境寻找机会 在南宁就有来自于台湾的三姐弟 在这里发展得很顺利 从运动教学到传播主持 各自发挥所长也一元创业的梦想 广西南宁气候与台湾接近 临近东南亚商机所在 吸引很多台湾人到这里来找机会 一拳一脚三四岁的小朋友 打得有模有样 跆拳道在广西最近几年才开始兴起 就是可以强身健体 然后可以不受别人欺负 就是平时很喜欢运动 而且觉得这种可以强身健体 还可以防身 对小学生来说 跆拳道既能健身也能磨练一致 在南宁有几十家跆拳道馆 在十几年前 整个广西都没有一个跆拳道协会 而这几年当地跆拳道的迅速发展 其实和一个台中姑娘的努力密不可分 我当时过来的时候看到这里就发现说 哇 来到南宁就像是来到一个国际都市 所以当时虽然都黄土一片 可是我相信这个东盟东协它一定能起来 背靠东盟的区位优势 让黄敬文决定留在南宁发展 台拳道协会顺利组建 自己也开设了全新的道馆 还有瑜伽协会和华伦协会在筹划中 不过对黄敬文来说 一开始创业历经挑战 比如说重要的职位 会长啊 然后财务长啊 然后像怎么监事长 这些职位我们是没有办法当的 甚至于是连会员都没有办法加入 只要是台籍那时候是算外籍嘛 大陆刚出炉的对台 三十一项措施提出 鼓励台湾创业青年 加入大陆经济 科技 文化 艺术类 专业性社团组织 行业协会参加相关活动 也鼓励台湾人和相关社团 参与大陆扶平 支教 公益 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 厦门地区最新出台的 厦门六十条举措 提出支援台湾地区商协会 社团 行业协会等 来厦门设立办事机构 让黄敬文对未来充满希望 也期望南宁能尽快公布 出台契则 三十一条这边的话 有一个鼓励我们参加这里的社团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社团它代表了整个团体 不只有是个人 那我希望是如果说 这里我们也可以以台湾的成分 来成立协会的话 那这个是比较好 或甚至于是我们可以 比较名正言深地去参与 南宁积极吸引台胞投资新业 仅仅台青就有三十多位 在这里创业 黄敬文趁机把自己的弟弟妹妹 拉过来一起发展 打开拨 我是来自于台湾台中市 到南宁创业已经有七年时间的 主持人黄敬英 在舞台上主持节目 落落大方 黄敬英的主持功底 从大学时期就备受肯定 学校里面很多 比如说什么演唱会 或者是一些小的签唱会签书会那些 几乎在那个时段 都是我去做主持 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 好像会担心说 我的这个腔调还有发音 是不是大家这里比较不能接受 因为他们会觉得有点台湾腔 去接了一些主持活动发现 其实反应还不错 然后大家的回馈也是觉得说 还可以接受这个风格 所以我就慢慢开始走这个方向 在姐姐们的带动下 小弟黄以坤也决定到南宁发展 现在他在一家幼稚园当英语老师 而他们的故事还被搬上了舞台 成为南宁创业台青耳熟能详的故事 将来的话我会希望说 能跟姐姐一起做一夜结盟 毕竟是家人 家人一起做不同样的事业 可是有同样的目标 愿景 那会是一个很好的梦想 各项优惠措施放宽 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跃跃欲试 三姐弟努力打拼 希望能在南宁各自圆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